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想介绍一下我们灭蚂蚁的方法 有的朋友问这个怎么样消灭蚂蚁 我消灭蚂蚁的办法呢很简单 因为你要是家里有蚂蚁的话 你就会看见这个蚊 随着蚂蚁呢你就会看出它 它们都是按照一个路线去走的 你看 这些蚂蚁搬着东西绿绿当当的 这样的你顺着这个蚂蚁的路线 你就能找到蚂蚁的窝在什么地方 例如这个蚂蚁呢 就是说你单个的消灭了以后 它那个蚂蚁是消灭不掉的 因为蚂蚁它只要蚂蚁的困还在里边 这个蚂蚁就会在你家里繁殖 所以说呢你要消灭蚂蚁 最主要是找到蚂蚁的窝 然后呢把这个蚂蚁的困把它消灭了 只要困一死 然后你这一窝蚂蚁它就在你家消灭了 那个这样子呢顺着这个路呢 我发现好像这个地方是个蚂蚁窝 那找到蚂蚁窝以后呢 你可以呢买蚂蚁的药 然后放到这个窝这个地方 然后呢让这些小蚂蚁搬到窝里边 把那个困杀死 那我呢用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烧一壶开水或者烧几壶开水 就对着这个窝这个地方 就把它浇下去 这样呢就很容易能够把窝里边的 那个蚂蚁的困把它杀死 这样的话就是蚂蚁就比较少了 像在我家呢 很久没看见蚂蚁了 今天我又发现 哦一大堆小蚂蚁 嗯冲着绿绿当当的 那我就去烧一壶开水 对着蚂蚁窝 把它们杀死 这个方法呢我觉得这比较有效 又用了这个方法以后 很久我家里都没有蚂蚁了 大家如果家里有蚂蚁的话 也要顺着这个蚂蚁的路线去找到蚂蚁窝 然后呢用开水把它们消灭 烧一下子开水 对着这个洞 灌到里边 这是最有效的一种 大蚂蚁 你看 你看 你看看 这里这些白的都是蚂蚁炕的东西 赶紧的继续把那些都倒里边 不要弄到这边来 倒里边全都倒里边 你看这一堆白白的都是从蚂蚁窝里出来的东西 一般一次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发现它们还在你就再杀直到把它们杀死位置 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家里有蚂蚁 那个家里有时如果有蚂蚁很多的话 那个根据那个摊卖的人说好像就说明你家里有摊卖了 你需要好像你的房子需要熏一熏 特别是在加州这种木质的房子有时候容易长那个摊卖 就是那个东西呢 一种虫子很啃你的木头 就是你房子的木头很damage你的房子 所以说如果说你发现你屋子里有很多蚂蚁 就说明你应该需要考虑一下把你的那个请那个摊卖公司的人 来把你的房子用那个大的tent把它包起来熏一熏 好像这个也是必要的 如果你不熏的话你的那个房子就会被那个摊卖全都咬 咬空了 我们就曾经听一个朋友说他们家的那个房子 就是车库那一面墙就整个都被摊卖咬了 所以说最后都重新把那个墙拔掉重新盖 所以说这个termine它的这个危害性也是很大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看着有termine的屎 或者说有这个很多的蚂蚁 你就要考虑你家里需要这个清理termine 我们又烧了几壶水浇到这里来了 好像大多数蚂蚁都没有了 但是还是有个别的我等着观察一下 看看如果还有继续有的话再烧水再杀 好如果呢水有什么好的灭蚂蚁的办法 非常欢迎你能够给我们留言和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